2021年1月6日 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暴力冲击 此次事件导致5人死亡 超过140人受伤 自1814年英国袭击以来 这是美国国会首次遭到如此破坏 华盛顿特区暴乱到现在为止 已经4个多月了 那是我在美国留学 求学开始的地方 今天我将去华盛顿回顾一些事情 和采访一些人 整个美国除了纽约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华盛顿 当时选择那儿是美国的地位 政治中心 当我听到暴乱 感到非常震惊 我也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在那儿的朋友 同学 现在已经基本恢复 但是平静中历史已经有所改变 重启之旅 来跟着我感受不一样的华盛顿 欢迎收看本期的纽约来函 我是王蒙宇 坐了三个半小时的火车 终于从纽约来到了华盛顿 不得不说 美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很差 其实开车差不多也是三个多小时 不像中国 还有高铁 华盛顿的相同与不同 总统变更了 去年我也大幅度报道了美国大选 华盛顿就是为首都而建的城市 灵魂就是总统 我初次来美国求学的时候 总统是奥巴马 当时的学习环境还算安定 去年来参加活动 已经是在任四年的川普 让这座城市失去了原有的安宁 不时也有规模性的游行 今天我又来到了这个城市 是刚上任不久的拜登 首先 无论是这三位总统哪位在任时 华盛顿特区都是美国最大的 无家可归人口之一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同时16.6%的华盛顿特区的居民 生活在贫困中 我们可以到处可见这些游行示威的人 以及流浪汉在公园 在车站和在公共区 不禁感叹到 华盛顿特区 还是当年那个我读书和工作过的城市吗 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 我将在国会前采访张经义 白宫记者团 所谓中文媒体记者 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 是我们的社会会比较躁动 在疫情发生过久之后的佛罗伊本事件 那么到包括后来美国中党大学乃克兰 华盛顿特区 在大典之前确诊 尽管病毒 然后国会发生骚乱 那现在一查发觉当时冲撞美国国会的人们是来自于美国四十五个州 不美国的台湾区的州 等于是来自于取人美各地的人 都来到法庭的国际来抢着特朗普的号装 采访的经验真的是相当的可怕 就是我们当年会非常担忧疫情的一个状况 那这些特朗普支持者大量都去不戴口罩 他会很进去 那通常第二点他们是非常不信赖和 当时包括我们的颜色的同事和国伐 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整个器材 全部都被这些事物给摧毁 走在华盛顿特区的路上和纽约相比 行人真的非常的少 这座城市应该在新冠疫情以及国会遭到冲击之后 仍然在慢慢恢复当中 我现在美国财政部 最近很多美国政府大楼都降下了半期 像在国会袭击中受到伤害或者牺牲的受害者表示敬意 华盛顿特区的第三产业像是旅游餐饮 目前看着也比较萧条 景区旁边的餐车游客非常少 还有一些餐厅直接挂起了木板关门了 之前游客很多的华盛顿最著名的史密森尼学会博物馆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目前也处于关闭的状态 我现在是在晚上的白宫 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 因为美国暴力示威游行不断 加上今年国会遭到了袭击 现在整个白宫面前都围起了栅栏 但是我在华盛顿特区倒是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就是在疫情之前 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乘坐地铁或者开车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居民愿意骑着这种电动滑板车 也许这也是他们寻找着一种新的休闲娱乐的方式吧 这里原来是我读书的时候 经常和同学来看书聚会的地方 如今寒风正正 平静的湖面 再起波澜 身在异国他乡的我 在寒风中也感到无比的恐慌 无论世界怎样纷繁复杂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换 我们始终追求客观 希望站在互帮互助的角度上 看待世界上各国的和平崛起 我们求同存异 朝着更开放 包容 共赢的方向发展 面对全球格局 是互相对抗 还是寻求国际合作 希望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是王翁宇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得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听